小胖 妳還好嗎 是不是 躺著就要瘦 可以嗎 可以的 吃 我們就是要靠吃 來提升基礎代謝率 很好 我有搜尋說 然後進而提升基礎代謝率 所以我就很認真的吃點 吃點是什麼意思 點就是海鮮 海草類的啊 海帶啊 海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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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蝦子啊 多好吃的耶 對啊 而且啊 我都帶我先生去吃海鮮火鍋 這樣我們家庭就會很幸福美滿 還健床掉 對 然後你又可以瘦身就對了 因為點它其實是剛剛講 甲狀腺素 身體一個可以讓身體代謝增加 一個荷爾蒙的原料 所以有的人他看了一半就說 點可以讓代謝增加 然後吃這個就會瘦 其實是大錯 所以我真的覺得運動才是真的 能夠提升待續 你躺著要瘦 你躺著這樣吃 那現在先痛風嘛對不對 海鮮這麼多 會拔桌 尿酸會增加 然後你的話 你的膽固醇會累積 然後到時候也會有一些 身體的毛病跑出來 絕對不會瘦的 所以其實那一招是沒有用的 這對身體是非常非常 不好的示範 對 有一招躺著可以瘦 你把兩張床拉開 然後躺空跟腳 中間是躺空 倒是 那個合心機就很厲害了 還有其他人 比較好的方法嗎 媽媽 我之前因為 我是長期做辦公室的 然後可是呢 因為我又很喜歡 穿高跟鞋 後來走的時候就發現 我覺得我的關節 開始有點不聽話了 就不只上下樓梯的時候會痛 其實我後來走路都有點痛 而且嚴重的時候 它是會有那種 卡拉卡拉的聲音 很像那種關節在摩擦的聲音 然後我就仔細看了一下 我的膝蓋 它就有一點 變大的感覺 然後而且還有一點 形狀都變了 我就覺得有點恐怖 我又去快 我就去醫院掛那個骨科 結果他就跟我講說我是 退化性膝關節炎 對 就是這個聲音 就是想說 那不是阿公阿嬤才會痛嗎 為什麼我現在 才不過二十幾歲 有點心虛 所以後來我也找到了一個 美腿保膝操 就是可以在辦公室就可以坐 不但可以保護關節 膝關節而且還可以 讓腿變美 來 大家先看 什麼做美腿保膝操 就是在辦公室找一個 就是沒有輪子的椅子 然後選一本雜誌 或者是書都可以 然後你坐在你的椅子前 你中間大概五分滿的位置 五分滿就一半 就是一半 然後把你的雜誌或書夾 在你的膝蓋中間 這個很酸 然後兩隻手這樣平行之後 吸一口氣 然後一邊往左邊一邊吐氣 吐完之後就可以再回來 那一樣 慢慢吐氣 然後再回來 就這樣重複 左邊跟右邊 這樣來回各十到十五次 我覺得也是有效的 大腿的骨四頭肌是哪四頭 第一個叫 再來就是這邊 骨直 骨中 再來叫 骨外側 這四條肌肉叫做骨四頭肌 那基本上這個動作 絕大部分用的就是 所謂的 內側肌 它內側肌必須要很用力的夾著 這會直接延伸到骨盆底肌群 其實健身房真的有一個器材 是這樣子的 對 對 就是在練這個動作 那只是這個東西是比較 日常的微運動 它有效 但是它 有限 那真的可以讓我們腿部的 線條變漂亮 然後保護我們的膝蓋嗎 還是你們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對腿部的線條是有幫助 但我覺得 至少腿會美 好 那你不要動 我把你的書衝開 很簡單 來 把你的右腳伸直往前抬 右腳伸直 然後彈起來 然後手 然後扶住椅子側邊 然後你看喔 來 腳打開一點點 跟肩同寬 打開一點點 然後把你的腳跟抬起來 天啊 我有腳太早了 好累喔 三公分就好 來 往上抬 來 背扣 一 二 五 三 抬頭起胸 五 六 七 八 九 好 等一下喔 停在上面五秒鐘 五 二 三 二 二 一 好 放鬆 我感覺我的大腿已經在燃燒 為什麼 因為我發現 你這邊有沒有前側 骨四頭肌前側 完全整個是緊的 是腫腫脹脹脹的 對 為什麼退化性關節 就是要加強你的骨四頭肌 一旦你的肌肉有力量 它對於關節是保護跟支撐 是這個意思 所以你如果肌肉沒有力量的時候 你反正在消耗的是你的骨頭啊 所以我們要鍛鍊的是肌肉的力量 讓它可以撐住我們的心態的意思 對 而且我最近有很多學生在問我說 是不是有退化性關節 反正就不要做了 你更要做 對 因為你沒做 它就用盡廢退嘛 它就會退得越來越慘 那如果你要把它加強的 來 站起來 不要加強 不要加強 來 到後面 到後面 好 你看 它只是一張椅子嘛 你剛剛是坐在上面 你看我坐 第一個 跨上來 點 下來 點 開 點 開 點 開 來 請坐 看起來 真的嗎 這個動作 你會用到你的外設計從抬起來 內夾 收 打開 放下 打開 內夾 點開 我可以幫我換一個矮一點的意思嗎 不行 不會 要嗎 對 好 手抬起來 抬起來 好 來 跟跑步手一樣 來 抬起來 不要同手同腳 同腳比較難 這樣 好 對 好 點開 再來一次 好難喔 再來 身體穩定度 再來 三 四 最後一個 好 下來 好 沒有 你只要休息十秒鐘 為什麼 下一個動作 動作 剛剛是只有點下來 接下來是整個劃過去 到 到 到 整個大出去外旋內旋的 動作都用到 來 我真的知道 因為每次都坐在上面 沒有 先看看 加油 沒關係 我扶住妳 對 右腳過去 然後再回來 換腳 可以 妳做得很好 來 對 點 然後過去 好 再來 回過來 真的 她眼神已經失去 已經失去 失去 失去忘了 她的眼睛超絕望的 再送妳一個好不好 好 所以上班族 因為我剛剛聽她講的 就是一天做超過八個小時 來 請轉身 來 媽媽中醫跟你說 這兩條叫做 這兩條肌肉是專門在支撐 你的脊椎還有身體 最重要的肌群 做久了所以做事生活型態 一天做超過八個小時 所以下背痛 下背痛 腰痠背痛的下背痛 是這裡痛 來 你只要有一張椅子 來 看著老師做 把你的腳踮在後面 用你的屁股 用你的腳伸 有沒有 來 往上抬 這又還有 上抬 有沒有看到 這不是翹臀的 對 沒有 你翹臀之外 你還會用到你的下背 同時間還有你大腿後側的肌群 來 請 是不是所有動作都要挺胸 對 都要挺胸 而且你身體不能這樣晃 對 身體不能晃 不能晃 對 好 腳膝蓋伸直 看前面 好 來 再抬高一點喔 抬高一點 抬高一點 來 手上抬高 1 再來 2 3 抬高 4 5 好 停在上面 他的表情好好笑 停兩張 手放開 5 4 3 2 1 好 停喔 等一下 你摸下去了 你摸到來了 我覺得我剛剛那個動 我那個方法比較好 他的真的很 其實這真的是很適合辦公室 因為其實只要一張椅子就好了 對 一張椅子 其實剛剛就是這三個動作而已 對 跨腿跨過去回來後抬腿 三個動作 花妳五分鐘 可是如果我這樣子一直抬 抬不起來的話呢 抬不起來就是 你要加油的時候 這樣得好好喔 東方女生屁股就會怕往下垂 所以這個動作基本上對你的 臀大肌 下背肌 還有骨二頭肌 大腿後側肌 是很有幫助的 對 絕對會讓你改善你的 美腿形狀 尤其又 結果大家沒有辦法說 教你等一下... 那都來 站直怎樣... 在一陣實氣沈沈當中 突然注入了一種事情 對 但是我想看明天喬媽 那是什麼感覺 因為明天應該腿會很... 妳現在流汗了嘛對不對 流汗了啊 她流眼淚了啦 流汗 接下來這位不要亂惹她 很厲害 歡迎 阿雅 阿雅 因為我平常就是那種 拍拳搞操環的人 然後我每天都會 東煩惱西煩惱 尤其是夜深人靜的時候 燈一關 所有事情都排山倒海的來 然後我就想... 到半夜 真的要睡了 然後我就看了一下手機 OK兩點 然後我就睡下去之後 突然醒來 然後想說 天亮了嗎 看了一下手機 然後我就每天都在這種 莫名其妙 都沒有睡好的循環之下 變得我一整天都超累 然後後來我就跟我朋友 討論我朋友就跟我說 妳這樣操環也不是辦法 妳一定要做一些床上的運動 這個叫做 它基本上就是 上半身都不要動 只有要扭轉妳下半身的身體 我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好 就在床上可以做的運動 如果你真的睡不著 直接在床上就可以做 不要找老公嗎 重點是還要走 老公不用 就是躺下的時候 這個仰躺 等一下 然後手 要出一個 要出一個 勝利的姿勢 你也可以畢業 就是可以提振精神 不是 想睡覺 幹嘛提振精神 真的還會被打我 然後呢 妳就第一步 是把妳的腳趾 五指張開 這樣 張開 有沒有 他真的有張開一點耶 有 張開 然後 然後 上半身不能動喔 然後維持三秒鐘 又回來 感覺在抽筋耶 這個時候 把妳的腳 感覺大麻絲要出來了耶 這時候把妳的腳 變成很害羞的樣子 很害羞 揍在一起 把它收起來 然後現在再往左 三秒 一 二 三 有沒有 非常痠 就是因為你只有轉下面 只有你動 對 大家都站住 然後接下來結束之後 就是在換邊 張開 吐氣 轉三秒 你收起來 收起來 吐氣 轉三秒 那這樣一次要做多久 一次就是三秒鐘 然後呢 大概做個三十次就可以了 三十次 靠一句妳剛剛說 再看一次時針 所以妳自己覺得 這樣子有改善就對了 我覺得這樣就是 藉由一個活動 讓自己變得很累 然後很累 通常就是坐兩個就想睡了 因為我也不愛運動 別忘了訂閱媽媽好神 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讓妳即時收看最新影片喔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歡迎點選旁邊這些影片喔 也請問我按下鈴鐺 便行 要按下鈴鐺